都与之遥想无印 接下来请收看菩提系列 阿弥陀佛 各位大德 我们大家一起再来探讨 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餐的内容 那我们这个单元 就是成绩上一次 我们介绍第24位的善知识 狮子平生比丘尼 那我们已经谈过善财童子 他去参访平生比丘尼的时候 他先观察 这位比丘尼说法的环境 是在很殊胜庄严的园林之中 那么这个园林有很多的大树 那每一棵都有他的庄严相 这是依报的部分 那平生比丘尼呢 他在说法的时候呢 就是现身在不同的树下 然后向不同的这个对象说法 那等于是他辩财无碍 说法呢 都能够针对不同的对象 能够为他们说分别法 那么善财童子呢 他就是观察到狮子平生比丘尼呢 有这样子的这种殊胜的这种 这种度众也好 或者是他自己本身 就是非常的庄严相 他的相貌很庄严 所以他就开始呢 就要去亲近平生比丘尼 所以他就动了一个念 他就想说 那我呢 应该先去绕着这位平生比丘尼 无处渣 无量渣 结果呢 他才动这样一个念的时候呢 这位平生比丘尼呢 就放大光明 就把这个整个这个会众呢 全部照亮了 那这个时候呢 就善财童子呢 他就感受到他自己 跟园林中的这个所有的树呢 都一起绕着平生比丘尼 是这样 那我们上一次呢 就是正好介绍到这里 所以这个部分呢 也就等于说 其实平生比丘尼呢 是整个依报的中心了 所以呢 他可以知道别人的心念 然后呢 他也可以用他的心念呢 来接引 这一些在他能够说法的这个环境的这个所有的对象 所以当善财童子才要动念去环绕他 那他就能够放光接引善财童子 所以就变成是以平生比丘尼为主 所以他是一个主动可以说法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子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接着上一次的这个内容 我们再继续来介绍 所以我们要看着这个经文 所以我们就一起来三称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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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呢 善财童子他就向平生比丘尼 他就请问平生比丘尼说 我已先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而不知道菩萨云何学菩萨行 云何修菩萨道 我闻圣者善能又会愿为我说 那这个是善财童子呢 他向每一位参学的善知识 他都是表白他要来参学的主要的目的 就是因为他已经发了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那有发心还要有真正的这种行动 所以真正的行动呢 就是要透过菩萨行 然后来成就菩萨道 所以他就是要把 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的发心到成就 这个中间呢 要来把他真正的落实下来 所以在参学的过程呢 就是要来真正走这样子的一条 所以他请问了平身比丘尼以后呢 他就告诉他 他说善男子我得解脱明成就一切智 所以这个呢 就是平身比丘尼呢 他自己本身自己实践的法门 就是说 因为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呢 实际上就是要 来用行菩萨道来成就的 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是 无上正等正觉 那这个无上正等正觉呢 他是一个就是把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本具的决性 就是菩提心啊 就是能够去落实在所有的这种 度化众生的这种过程来成就他的 所以我们说先发心了 那发了心是知道说 原来我也有这样的决性 可是这些的决性呢 他实际上就是说 我们每一次碰到任何的事情的时候呢 我们有没有还是保持这样的决性 在任何的境界里面 我们碰到的人啊 碰到的事情啊 碰到了任何的对象啊 那在这个中间我们是用什么样子的这种 真正的这种观察 了知 然后能够在因缘法里面 没有违背因果啦 那能够真正利益众生啊 那这样子的这种过程里面呢 才是真正把一个决性圆满 所以这个决性本身不是一种只是静态的 我知道我有一个决性在我的心里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菩提心 就是说我们不是只是知道说我有决性而已 而是就是我们在自己的本身的身口意 然后我们所做的事情 我们所对的这些的境里面 我们就是要每一个对境 我们都用我们的真正的决心去观照 那我们要去发现我们这个里面 我们自己本身有什么杂质啦 这些杂质就是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一些无名啊 贪啊 秤啊 这些我们自己本身啊 无时以来我们都把它当作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啦 所以我们就是变成我的习性嘛 所以我们就不会是觉得说 啊 这个是不好的 那我们有这些的成分在里面的时候 那我们对了一些境 我们就是跟我们的习性的这种习惯 如果不一样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开始觉得很痛苦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观察 如果我们是觉得痛苦的 其实并不一定是禁不对 是我们自己本身的 以为的这种去操作的这种模式是要修改的 是这样 如果说我们很喜欢哪一样的人 或者是哪一样的事情 那结果呢 有状况改变了 我们就会觉得很痛苦啊 那实际上是我们自己本身的内在 我们有这种好像执着要去贪质 贪求这样的情况 所以是这个部分要去改 是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用我们的决性来改 我们自己里面的这一些的染污的成分 那再来呢 我们自己本身呢可以把我们的心转成一种善的 所以说改变了这种贪是为我 之外我们还可以反过来 我们是可以开放的可以帮助的 有利益别人的这样的行为 所以这样的时候就是把我们的决性能够看到 我们自己的问题改善了 然后还能够利益别人的这种行为 那这样的时候就是从一件事情的发心有了解到 我们有决性能够我们自己观察到 然后去把它成就 那这个就是一个事情的决性源 那我们每一个每一个点点滴滴 我们就是用这样的情况 然后从时间从事情这样子的一种 一直无止尽的去这样子去学习去把它成就 所以我们说修行就是要累结的就是这样 为什么要这么长的时间是这个样子 还要花多少的时间我们才开始有信心 要花多少的时间我们才看到我们自己的问题 然后要花多少的事情 我们才真正能够把我们的问题解决掉 一件事情可能就要很久 何况说我们有多少的这一些的这种 自己不是这么清楚的这一些的这种习性 那看清楚了以后实际上也不是说这些习性呢 就完全就好像都把它要好像跟我们脱离掉 其实也不是这样 我们把它转用转化 我们本来是就是说是好像单一的 我们好像有这种贪值的这样 那我们现在变成是我们的这种贪值呢 是可以来利益别人的 那这样的话那个贪的作用变成是有利他的 不是只是为了我自己而已 所以那种成分它可以把它转换它的用途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谈到就是善才同志 因为他就是像每一位善知识呢 他都是这样子提出同样的问题 这个也表示他的出发心都是一样的 他为什么要去参学呢 因为文殊菩萨教导他 既然你发了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心呢 你要去成就这样的菩萨行 你就要去广参学 那有这么多的大菩萨大善知识啊 他们都是累劫修来的 那我们就是要去参学 那到底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成就自己的真正的解脱的法门呢 那那个也是要很久的时间 我们也是在这个中间这样磨练磨练了以后 那我们可能把我们每一个参学的过程 我们都融合起来 然后那个时候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这种真正落实下来的 那那个就变成我们自己的功夫了 所以先参学 然后呢我们去实践 然后融合成我们自己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实际上 平生比丘尼呢 他告诉善才童子说 他所成就的就是解脱的法门呢 是名称叫做成就一切志 那这个也是他长久以来所修学 然后呢自己本身融化成的这样的一个解脱法门 所以他告诉善才童子 那善才童子呢 他听到这样子的一个名称呢 他就说那何故名为成就一切志 那为什么是有这样的名称呢 是内容是怎么样子 一个名词呢 实际上就是有他的这种内容 所以天台中智者大师呢 他把我们自己本身的这种决性 叫做佛嘛 佛性啊 他就分成六个层次 他就分说 第一个是理极佛 就是我们众生都有佛性 那么说起来呢 这个道理是大家都有的 那我们有这个佛性 那这个时候我们是理极佛 那也可以说是种子 是这样而已 那再来呢 就是明智极佛 明智 明智呢 就是我们了解 有这个佛性到底里面的意思是什么 是觉啊 是我们本身每一个人的这种生命体里面 都有一种觉知的能力 那了解的这个内涵 从理到了解他的意 就是他所含的内容是什么 这样 就是明智极佛 然后第三呢 就惯行极佛 那惯呢 就是说我们开始去思维观察 我们的这个觉性 到底是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 的这一些过程 它是什么作用 我们开始用这样子的一种正确 正知正见来观察我们的生命 这个时候是惯行极佛 那我们惯行要到多少的过程 那那个是点点滴滴的 很细微的 很长远的 就是说我们现在知道了 有这样的理极佛 已经很了不起了 然后再知道他的意 他的里面的意 然后呢 再真正去实践 惯行极佛 然后呢 再来呢 慢慢的就有相识 相识极佛 就说我们本来好像都是凡夫众生 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有个宝 哇我们有这样的决心啊 所以呢 我们就是按照世间法啦 凡夫大家贪生之后 你真我的 我们也跟人家你真我的 哇就是 在里面显这种厉害啊这样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开始知道有决心 哎呀这个不对 我们不是来争的 不是来抢的 我们应该要来培养我们的决心 我们有个真正的宝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开始观察观察 哦我们就跟真正的教导我们有这样的决心的圆满的佛 真正证悟到果位的佛 他教导我们的这个道理的 他的那个境界呢就开始相似了 一分一分一点点滴滴就从凡夫呢 就开始呢就是去向佛的这样的一个 去向 所以这个时候叫背诚而合觉啦 跟这个尘埃呢就为 就是违背的我们以前的这一些 就不要了 那慢慢的往决性的这个地方呢 去学习 去亲近 然后去跟他契合 是这样 所以这个就相似其佛 然后慢慢的呢 就能够分正吉佛 分正啦 我们如果真的在每一个境界没有被境界拷倒 还可以保持我们自己的觉醒 这个是我们的贪 或是我们在这个境界里面 不要起这些的贪神痴的烦恼 真的是都是我们的心的一种作用而已啊 那从这个里面观察因缘法 观察我们自己的这一些的变化 然后呢让我们的心能够趋于安定 然后对整个的境界又很清楚的了解 好 那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真正能够这样子通过 就正到 就一件事情就正一个 一个考验就正到一个 这样 所以就分正吉佛 是这样 然后呢 到来最后就叫做就近吉佛 吉啦 吉就是的那个吉 也就是说有六种也都是叫做佛 可是呢 就是从我们本来具有的佛性 到真正把它开发 然后来实践这个过程 所以一样的善才童子 他像平生比丘尼 他要请问说 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要怎么样子来学菩萨行 要怎么样来修菩萨道 实际上也就是从 礼吉佛到就近成佛 成佛这样的过程 那这个过程呢 从惯行佛到相识分正 这个部分呢 实际上也就是在菩萨行里面去考验的 那这个菩萨行就是说 我们在我们的 这个生活里面 我们真正碰到的这些的境界里面 那我们才会真正看到我们自己的心 是起什么样的作用 那从那个里面去修的 是这样 所以真正的修行 是这样 所以平生比丘尼呢 他说的说他的解脱的这个法门叫成就一切智 那善才同志呢 他还要问说那里面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所以从明知以后要怎么样子能够修这样子的一个法门 那平生比丘尼呢又告诉他 他说善男子此智光明 于一念中普照三世一切诸佛 所以呢 他就是主要在介绍他所正道的这个智慧 因为这个名称叫做成就一切智 所以说他回答的时候就是特别呢 就是强调是这个智慧 就是说他的这个智慧的名称叫做一切智 所以呢 这个智 这个智慧啊 是光明 为他的本性 就是光明呢等于就是说能够清楚的了知 所以在佛教里面的光明呢 这种光明啊 就不只是我们日间所看到的这个光 跟黑暗对照的这样的一个光 而是说能够真正的清楚了知啊 那不然的话我们白天也有人在做梦啊 那白天如果我们的心里在做梦 我们打妄想也看不清楚事情啊 所以有光明还不一定看得清楚耶 也不一定看得到耶 是要心能够真正明朗清净 能够觉察的时候哇才看得清楚 我们的心安定的时候 哇才可以看得到每一样的事情 所以呢 是以智慧的光明 这个智是光明的 是指我们的心是能够清楚明朗而觉知 那于一念中普照三世一切诸佛 所以这个呢就是他在他的一念心之中啊 就能够完全普照三世一切诸佛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 就是他自己一念中里面就可以觉知 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一切的诸佛 这个我们说诸佛本身呢 也就是所有的色心二法 所有存在的现象就叫做诸佛 所以我们说佛教里面呢 我们讲佛法 那这个法呢是由佛所觉悟到的 而说的道理 所以叫做佛法 等于是佛的教化 叫做佛法 那佛法是对什么而说呢 佛法就是对我们的众生法而说 因为众生法呢就是谜嘛 那佛所说的佛法呢 就是让我们在谜的这些众生法里面呢 我们看得到我们在谜什么 那能够看清楚了 我有这一些的谜知 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佛法了 这个时候也等于是我们用佛法看到我们众生法 是这样 所以这样子的时候我们知道说 如果我们有觉察的这样的 的这种觉知 那能够看待一切的事项 那我们就是用佛法在看一切诸法 是这样 所以呢 这位平生比丘宁呢 他说的 他的解脱法门 就是核心在于这个一切诸 所以至光明呢 等于说他一念心里面呢 他就能够觉知三世一切诸法 所以在这个里面 他就是安住在佛法里面 所以他的一念心 都是在于觉醒之中 所以他的这样子的一念 没有被任何的境界所迷 所迷遮障 如果说我们自己的一念心 那我们观察看看 我们这个一念心里面 好像也没有看到什么 我们如果看到的话 大概就是我们自己的 这些起心动念 那实际上呢 我们能够没有这些妄想 心好像轻轻的 没有东西的时候 这个都不容易了 这个时候就表示我们的心 已经有慢慢有这种安定的境界 那他还要启用 能够真正看到三世一切诸法 那表示呢 他的心是非常的觉知 而且能够真的洞察一切的 这种存在现象 所以这个部分呢 实际上就是说 用这样的一个文字描述 我们通常说是文字剥落 文字剥落 借文字来显示 真正的修行的这种境界 所以叫做文字剥落 那文字剥落呢 我们现在看到这样的一个 文字的修饰 那我们就要怎么样 起贯照剥落 贯照剥落 那贯照剥落就是说 好那一念中 那我们怎么样子去体会这个一念 一念就是我们 心里面这样子很快的 这种变动的念头 可是他在一念中 就能够普照三世一切诸佛 那他是表示 他的念念也都是这么清楚的 那从文字里面 那可能如果我们真的是 愿意去灌照这个境界的话 那可能我们自己的心也要很定 然后真正去体会怎么样是一念 然后这一念里面 怎么能够呈现三世一切诸佛 那么这样子一直去缠 一直去缠 就是灌照剥落 然后真正从这样的灌照剥落里面 我们真的也看到了一念中普照 三世一切诸佛 那应该这样的时候就是 十相剥落 所以说三剥落 那我们学佛的过程 我们就是文师修 那文师修就是透过耳朵听文 或是透过经典文字这样的学习 那熏习 然后这个里面思思维 其实也就是灌照 然后到真正能够也体会到这样的一个 这个境界的时候就叫做十相剥落 那平生比丘尼呢 他告诉善才童子 这样子的内容的时候 善才童子他还是不了解 善才童子也很真的懂得问 不然我们有时候 我就觉得我们有时候也不懂得问 我们想说如果第一句是 那平生比丘尼告诉我们说 他得到的是一切成就 一切成就一切志 这样的解脱法 那我们说哦这样啊 我们就呆呆的 我们也不知道再怎么问 然后站在等等他就懂得问 他说什么叫做成就一切志 所以你看 这个平生比丘尼又在解说 那是解说了以后 他说他的成就一切志呢 因为有时候呢 一样的名称他有不同的内涵 那这是因为他每一个实践的过程不一样 所以呢平生比丘尼 就是依照他自己实践的过程 他就解释说 他的这个一切志呢 是一念中普照三次一切志佛 那这个是平生比丘尼自己 修正出来的这样子的内涵 真正的实践功夫 那善才同志他还是不懂啊 所以他也很懂得问嘛 我们说要真的懂啊 那这个境界又是什么呢 这个至光明 你这样子的至光明是什么 因为他说是至光明是一念中 能够普照三次一切诸法 那这个至光明是什么呢 好 所以这个时候呢平生比丘尼 他又告诉他 所以这个至光明呢 是我入此至光明门 得出生一切法三昧王 好 所以这个呢 又是平生比丘尼 他自己悟到的 他自己真正正悟到的这种境界 所以我们现在是文字剥落 我们也没有去真正有能够进入 平生比丘尼的这样的一个境界 可是呢 我们借着这个文字剥落呢 来体会一下 那他说这个至光明门呢 他一进去这个至光明门的时候呢 他就出生一切法三昧王 所以这个里面呢 又有一个一切法的三昧王 那就等于是说 一切法就是我们前面说是至光明 那么至光明呢 是平生比丘尼 他在一念心之中 就能够照见三世一切诸法 那他说他如果入了这个至光明门的时候呢 他就会出生一切法三昧王 所以这个等于是跟前面的一念中能够普照三世一切诸法 是相应的 所以说一切法三昧王 应该是指三世的一切诸法 那因为三昧呢 我们说这个意思啊 三昧就是梵文的Samadhi 那本身本来就是定 只是这个定呢 不是一般的我们说四禅八定的这样的一个定而已 因为这个呢 是在大乘经典里面有的三昧 都是菩萨他能够跟一个境界 直接能够相应的这样子的一种定 所以说证定证据是能够有不同的境界 那么他能够安住在这个境界里面 就是这样的三昧 所以我们之前也介绍说 有狮子奋训三昧啊 有不同的名称 那就是在不同的这种境界里面能够安住 定在这个境界里面 所以这个时候的这个至光明门啊 就等于是能够了知一切诸法 而且能够安住在诸法之中 所以这个时候叫做一切法三昧王 是这样 那以此三昧故得益生生 所以因为他能够安住在这样子的一个境界里面啊 就是这个三昧 所以他就正到益生生 所以这个时候呢 那就表示说 他的肉体因为他的心在绝对的安定之中 能够观察一切诸法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就有一个益生生 就是从他的意识 能够起这种活动的 能够起这种活动的 所以等于是他的意识 可以自由的离开他的这种肉身了啦 所以我们说好像 有点叫做能够这个化身 只是他这种化呢 是从他的意识上面的 所以他这个益生生呢 可以往十方一切世界 兜率天公 一身所系菩萨所 从他的意识呢 可以自由的去 十方一切世界的 兜率天 那么兜率天里面呢 就是因为有一身补处呢 就是我们说 所系菩萨 一身所系菩萨 也就是一身补处菩萨 就等于是将来要降身成佛的 就是他已经在菩萨五十二阶位呢 都修满了 那修满了呢 他就是要成佛了 可是成佛的时候呢 一定要在这个娑婆世界出世 所以呢 还没有到这个娑婆世界以前呢 都是在兜率天 在兜率天那边呢 还在说法度众生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得益生生呢 就可以往十方一切世界的 这一些补处菩萨的前面 去供养 所以 就表示说 十方一切世界都有兜率天 那都有所一身补处菩萨 在兜率天里面 那他呢这个时候用他的益生生呢 因为他安住于一切诸法之中嘛 有这个一切法三昧王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 他凭着这个定呢 他就用他的意识 完全是安住的 那么他的意识呢 可以就是前往这个一身补处菩萨的地方 那在一一的一身补处菩萨前呢 就现不可说的佛 插为成树生 那这个呢 也就是等于呢 他就是 在一一身做不可说佛插为成树供养 就是他呢 他呢在每一位的这个 一身补处的前面呢 他实际上呢 就可以 化现为无数的差尘佛钱 去供养这个差尘佛 我们说 在 《法院经》一样的 《普贤菩萨行愿品》里面 也是一样说 这个发愿 要到这个差尘佛前去一一片里 所以说一身复现差尘生 一一片里差尘佛 所以这个时候是从一身身呢 可以化现这种无数的差尘生 为了是要去理差尘佛 是这样 所以呢 就是等于 这个平生比丘尼啊 他也有能够做到像普贤菩萨这样子 从一身身去 去片里差尘佛 那这个时候呢 他是说 在都帅公的这个一身补促菩萨这里啊 他是能够这样子的供养 那如果说这一位一身补促的菩萨呢 他如果呢已经要去投胎了 那他也一样 他也一样去供养 因为呢 这个中间呢 就有住胎出胎 在家出家 往易道场 成就正觉 转正法轮 入于涅槃 我们说 是八相成道 八相成道 就是八个过程 就是一位佛 他真正成佛的时候 就是要降生到这个说佛世界 那降生的时候 就是从他一开始到这个世间开始 就是在他妈妈的母胎里面 所以叫住胎 也算啊 那个时候也算是在这个世间 所以那个时候算一效 一个过程 然后从他的妈妈母胎 一生出来 就出胎 就是出生 那出生以后呢 他就慢慢的成长 成长呢 就是开始学习 那学习这个过程呢 就叫在家 像你释迦牟尼佛 因为每一位佛 实际上他们的过程不一样 可是呢 这个八个经历是一定的 他一定要投胎在这个世间 然后要生出来嘛 出胎 然后生出来的时候 一般的人就是在家嘛 所以呢 就是有这个过程 然后呢 从在家才悟到 这个世间呢 是苦 是无常 所以呢 就是要能够 离开这种俗家 去修行 所以就出家 然后呢 出家的时候呢 开始去参学 然后呢 能够自己真正的到这个道场 就是等于是 他自己本身呢 要真正去修禅定 然后呢 自己真正去看到自己的这种觉性 能够观察自己内心的这些过程 所以以释迦摩尼佛呢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就是雪山苦恨六年 所以这是网易到场 就是要去修这么的过程 然后呢 真正在菩提树下 成等正觉 释迦摩尼佛在这个波罗树下 成等正觉了 正悟了 所以这棵树就叫做菩提树 这个树本来的名字不叫菩提树 是因为有佛在他的树下 成佛了 觉悟了 所以如果是弥勒菩萨 他要下身到这个世间成佛的时候 他的那个树是龙华树 所以那个时候呢 是龙华树称为菩提树 是哪一棵树下佛在那里成佛了 那棵树就叫做菩提树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菩提树 那不过应该是这棵树也是特别的出胜 所以那个佛才会选择在这一个树下 成佛这样 那再来呢 就是成佛了以后要怎么样 要转法轮顿重真 所以释迦摩尼佛 就是以他成就了这个觉性以后呢 他就去度化吴比丘 就出转法轮 然后呢 再来就是度化 49年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是等于是他教化的过程 49年 释迦摩尼佛 那这个又是一项 第七项 然后呢 最后呢就是入涅槃 所以释迦摩尼佛入涅槃的时候 是在双灵树下 双灵树下 所以呢 就住胎出胎 在家出家 往易到场 成等正觉 转正法轮 入于涅槃 总共八个重要的过程 前面的四个过程呢 前面的四个过程呢 等于是准备的过程 是真正能够成就觉性 然后度众生 然后呢就是度涅槃 这等于是一位佛呢 他在这个世间 从一入胎 然后到最后 那么从觉性成佛 能够度众生 这样子圆满了又涅槃了 又离开这个世间 整个这个段时间呢 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呢 这边呢就是指着 这位平生比丘尼 他是说 当他要去供养 这样子的一生补处补杀的时候 他是在兜涮天里面 或者是他已经下身要去成佛 或是乃至成佛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 不管是住在天宫或是龙宫 乃至附住于人间的皇宫 那么他都一样与彼一一诸如来所 我皆如是而为供养 那就等于是他从这位佛呢 他在兜涮天等待要下身成佛 就开始供养了 所以他说供养诸佛 我们说礼敬诸佛 那么对于真正成佛的 那是从兜涮天那边开始算 兜涮天那边的一生补处 因为下身就是要去成就佛果位的了 所以这个部分他都去供养 我皆如是而为供养 那这样子的一种出圣 就表示是这位平生比丘尼 他自己本身所修的过程 他所正道的过程 是他自己本身的这种过程 所以他说 若有众生知我如是供养佛者 皆于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得不退转 因为如果呢 就是有众生听闻到 他这样子在供养诸佛 这样子的诸佛 是本身他自己本身 就要有修正到这样子的一个境界 他要修正到他自己能够觉知一念心 能够安住在一念心 然后从一念心能够 骗照普照三世一切诸法 然后从这个里面 又能够出生一切法三昧王 然后从这个一切法三昧王里面 他要去能够供养一切诸佛 这个就等于是 他是对佛的这样子的一个 究竟成就的这个境界 是真心的向往 所以说礼敬诸佛的这一边 他是真正的成佛的这样的一个供养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可能可以再多去思维 他这个里面的内容 就表示说 他是这样子深深的去供养 已经成就的这些诸佛 那么本身就是他自己也是发愿 要去成就佛国位 所以这个是平生比丘尼 他的发心发愿 是这样子的这种高妙的 就是以佛国位为 为他的学习目标 这是在他自己本身的自修这个部分 因为还没有讲到他度身的部分 他后面才讲到他度身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是他自己去 修的时候是要去供养佛 所以如果说有众生 知道他是这样子供养佛的话 那么这样子的时候呢 就也能够与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得不退转 就是因为有平生比丘尼 他是这样子修正过来了 所以可以当作一切众生的榜样 有典范 他是真正这样子的成就值 那就表示说这样子来做 是真的可以成就的 因为善才童子请问平生比丘尼说 他是怎么样子能够有这样的境界 因为他也看到他能够这么自在的这样子 能够说法度众 那他的这种法门是叫做一切智 所以他告诉善才童子 就是他过去是这样子修的 那当然这个里面还没有讲到 他从凡夫生要怎么样子修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这个部分 就是直接看到他已经正到这样的境界 那至少呢 就是说如果我们知道 平生比丘尼呢 他有这样子的一种高妙的能力 他能够去供养一切诸佛 那么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对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有就不退转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有这件事情 是可以修正的 可以做得到的 那我们是去学习这样子的典范 那若有众生来自我所 我即为说波罗波罗蜜 就是说如果有众生知道 他是这样去供养诸佛的 那么对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心不退转 那他就在为这个众生来说 波罗波罗蜜法门 所以这个部分就等于是 他自己本身要教导众生 能够学习他的这个部分的修行的方法 也就是波罗波罗蜜 那这个波罗波罗蜜 一般说起来 我们说是妙智慧 波罗也就是智慧 那这种智慧不是我们世间的这种聪明才智 所以说这个波罗本身呢 如果我们以心经的内容 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那么在此空性之中 那么就是没有生灭 没有染境 没有这种不生灭不够不染 那么这些就是不够不净 不争不减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境界呢 也就是波罗的这种真正诸法的一种本质 我们说这样子的一种了解 是我们对波罗波罗蜜的基本的定义的了解 可是呢如果要以平生比丘尼他自己本身 真正做到这个波罗波罗蜜的这种真正的境界 那我们还是要看平生比丘尼他自己的解释 所以这个是后面的地方 他就把波罗波罗蜜是怎么样子的境界 他就在下面解释 所以我们这个单元就先解释到这里 那因为在平生比丘尼呢 他的这个内容 也就我们就是说这个解说的几位的善知识里面呢 他这篇也算是比较详细的 所以内容也比较丰富的部分 所以呢就是里面有很多的不同的层次 那所以我们也多花一些时间来解释 所以我们先介绍到平生比丘尼 他所介绍的他所说法的这个内容是波罗波罗蜜 那有关的内容我们在下一个单元再解释 那我们再把我们这个所说跟天文法的功德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是从恩 夏季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希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生 同生极乐果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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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1-6766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土地银行 005 账号 012-001-198-660 以任养代替购买给浪浪一个温暖的家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嗯 降给你们啊 在那儿,我就说,你也知道我做了什么 我说明是一种兴趣的,我说是一种兴趣的 一种兴趣的兴趣的兴趣,我说是一种兴趣的兴趣的兴趣 他也不明白的。 很多人是女人。 他又不懂得对女人。 她也是女人。 她也不懂得尽管。 她也不懂得妥卖。 她不懂得妥卖。 我自己觉得她是正常。 她是女人。 她就很想她我。 她都没有。 她的朋友 pun过。 她都没有尽管儿。 她也不得。 她也不懂得。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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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